SHE出走关键原因曝光 十年前就想离开华言 我相信有爱在 我们就会一直这样子下去 苹果25日独家揭露 SHE及Ella出走华言 Selina Hebe约满之后 也要离开待了17年的公司 除了在演艺圈投下震撼弹外 更重创华言股价 我们姐在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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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都要 不过呢 就有资深经纪人透露 其实早在十年前 SHE就动了出走念头 由于华言作风叫保守 三叔求心求变的理念 无法获得共鸣 但他们从以前就由华言培养 不想和有养育之恩的公司 因此失和才会依托9010年 我听说你超大的 自身宣传也认为 三叔会出走 因和公司保守文化有关 像周杰伦和蔡依林 都有跨国合作案 出道17年的SHE 却少听到有什么特别的合作案 我们可以用不同的形式团圆 其实SHE不续约 华言等同失去年产值4亿元的金积木 不过出道以来的24张专辑版权 都掌握在华言手上 未来公开演出发行及翻唱 都得付版权费给华言 再加上YouTube等分论 圈内人预估华言每年 仍可靠SHE进账超过千万元 而关于十年前就有出走念头 Ella的老公赖思祥则表示 同意由华言回应 娱乐动新闻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